欢迎来到成兴娱乐总和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美貌与智慧集一生的迪丽热巴 一颦一笑都在感染着我们 性感与美貌集一生的迪丽热巴是来自新疆的美女 迪丽热巴在娱乐圈里属于大美女了 她有着甜美声音的 有时还很萌 大众对于迪丽热巴的美貌 认可度和评价也很高 很多人都认为迪丽热巴在年轻一代的女明星里面是非常突出的 而迪丽热巴有着一种特色的美 因为她是新疆人 因此她的五官非常的立体以及突出 也让她的五官更精致 更吸引人 并且迪丽热巴还有着好身材 我们看到的迪丽热巴非常的显瘦 但她还不缺丰满 喜欢迪丽热巴 她始于颜值 忠于内在 喜欢她的可爱 漂亮 善良 真实 努力 长得漂亮又有实力 尤其吸引我的 是她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都是大大方方的 永远都是自信的样子 多才多艺从小学习钢琴 舞蹈 面对有意的诋毁 随意的否定 她仍然能够勇敢的面对 迪丽热巴身上有着普通人的正能量 她虽然漂亮但不傲气 与对自己黑化的事从不争辩 从她每部的影视剧到每场的综艺节目 不管评价怎样 她都能正确面对 不论心中有多么大的委屈 对外界还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 我很喜欢她认真的工作态度 很喜欢她大放大度的性格 很喜欢她谦虚谨慎的精神 所以她的每部影视剧或综艺节目 我都愿意看 第一次看到热巴就觉得 这个女生长得好漂亮 然后慢慢从《麻辣变形记》 《傲娇与偏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一千零一夜幸福出手可及》 这些句去了解她 发现热巴是那种活泼 开朗 可爱又优雅的那种女孩子 然后从奔跑把兄弟中看到热巴 就觉得这热巴是那种做作的女孩子 而是非常的自然 没有偶像包袱 就是看热巴演的剧 还有她上过的综艺之后 就发现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她 一直现在还非常喜欢她 我想说 热巴真的很好 作为明星 迪丽热巴也确实是长相甜美 看起来萌萌的 又高冷又可爱 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智商和情商都很不错 给人一种亲近 邻家女孩的感觉 她的性格也很好 永远都笑容可拘 对任何人都很有礼貌 虽然长得像公主 但是没有公主病 这点在她参加极限挑战中 得到充分体现 她不倚若女子自居 不给自己找人任何借口 该干就干 不怕脏活累活 一点也不娇气 捡垃圾就能看出来 不怕脏不怕累的捡垃圾 捡完不嫌重 拉起来就走 小女子力气还挺大 名副其实的女汉子 可见她对工作的态度认真负责 从出道至今 她几乎是零绯闻 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能在娱乐圈做到这样的人 凤毛麟角 说明她是一个很简单 又很有原则的人 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会被其他东西左右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好像她的全部都接纳似的 再者热巴小姐姐对待工作 十分敬业 对表演的那种热忱 使得她的作品非常优秀 我非常喜欢看她的作品 从而慢慢喜欢上她 还有她的活泼开朗 乐观向上的性格 她的一贫一笑都在感染着我们 很难不让人产生喜欢吧 粉丝吐槽杨阳妆容后 遭杨阳本文回对 不喜欢 你就取关 提到杨阳 自从她出道至今 一直选择的是逆流而上 而在她出道的日子里 她从来不惧外界的声音 一直努力地坚持做自己 因为她的这份性格 也博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同时也被她圈粉无数 然而面对喜欢她的粉丝 就在12月25日 她却突然发文怒对对方 并称 不喜欢 就取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提及到她 出道至今一直保持谦逊 低调 尊重每一个人的性格 平日里与粉丝的交流 也是格外的平等 往往都会用自己的行动 来引导很多人向前 相信与她合作的伙伴 对她的评价都十分的高 但话说 此番她突然怒对粉丝 也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回忆事情的起源 还是因为有粉丝抱怨 杨杨的妆容太丑 于是本人还亲自回对了自家粉丝 对此杨杨的回应则是 我创作 你欣赏 不喜欢 就取关 提到在饭圈中 这其实是一直都有发生的事情 事业粉们过度关心偶像的发展 喜欢对偶像的工作出谋划策 同时还会攻击偶像身边的团队 而面对自家粉丝如此不团结的现象 杨杨也现身并亲自进行了处理 不过事发之后 没有想到平台上对杨杨却是一片赞誉 因为她的大部分粉丝都认为 这是平等对待 正确引导粉丝的价值观取向 而说到此次评价的妆容照片 还是源于杨杨所拍摄的一套写真 同时为了宣传 杨杨在社交平台还分享了这组封面 并调侃 自己与阿童木造型撞了 语言十分调皮 紧接着负责该写真的化妆师 还转发了这套写真 并配上一个得意的表情 想必对于自己的作品 她也十分满意 但没有想到 接下来有不少粉丝 却对她的造型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更是表达身为化妆师 将对方的眉毛画得这么难看 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 粉丝对于自家偶像的造型 真的是要求十分严格 而针对这些评论 没有想到杨杨突然回复 语气也是十分严肃 想必对于粉丝 这样的态度 她也是异常的反感 对此她更是表达 要不你来给我话 想必对于自家粉丝的挑剔 她也是十分生气 同时对于自家粉丝的行为 也是十分的束手无措 而接下来众多粉丝看到对方的回应后 也着实吓了一跳 显然粉丝对于她接下来的回应 表达态度也是不同的 有的认为她很帅气 有的却觉得妆容确实需要改进 但是作为偶像 回复是否有些过于偏激 一时间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其实说起来这并不是她第一次 对粉丝的态度进行纠正了 而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备受热议的话题 偶像努力的意义 除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之外 也应该受到粉丝的支持 如果任何一方越界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这就会影响到粉丝和偶像的关系 不知道对于杨阳此番回对粉丝 力挺化妆师的事件 你有何看法呢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 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点击 moment 今天ắn trick